香港知名演员黄秋生在微博发表言论 他说在中国有一半的人看不懂中文 华夏文明在大陆已经丧失 这番言论一出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微博网友认同的说 简体字就是对传统汉字的节肢手术 同样在台湾的PTT引起回响 知名香港演员黄秋生近日在微博发言 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有过半人 看不懂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 这番言论一出引发微博网友热烈讨论 网友回应正反面都有 有的认为使用简体字可以降低文盲率 也有网友直言 简体字是对传统汉字的节肢手术 这番言论在台湾同样引起讨论 PTT网友留言一长串都是支持的言论 留言说中文字每个字都有背后的意义 改成残体字就抹灭了华夏文明 就是那个字明明就不是那样 然后他们就用那种简体字 就很意义 就是那个字的意义就不在了 只要上传视频点击率就破万 这位很红又很会说中文的外国主持人郝一博 也曾在节目中发表对简繁体的看法 每次都建议老外刺青 真的要很小心 首先呢最好选择繁体字 因为呢简体字的亲人没有相见 爱人却没有心 导师没有道 开关居然没有门 近呢不是越来越佳 而是往井里走 所以说我感觉繁体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黄秋生久而还在微博上留言 干脆用注音好了 罗马注音反正也看得懂 然后是一串粗话 黄秋生的大炮风格不改 有话直言 一番言论先起网友的简繁体大战 新唐亚太电视 台湾台北 珍妮报道